我这次的毕业画展主打童年主题 所以我想回我们长大的乡间采风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一起 童年主题啊 听起来有点意思 但就我和你两个人还是算了 和我怎么了 你难道不像奶奶吗 小时候奶奶可最照顾我了 我倒是很想去看看她往人家 你这么一说 我也像奶奶 那就一起回嘛 我跟你说采风保证比今天蹦传惯 更捷啊 更好玩 等一下 我有话对你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你没时间听我解释 没时间接电话 却有时间和别人玩蹦传款 对啊 就允许你跟家人会面 不准我跟朋友出去玩吗 你一直都这么双标吗 小鼻涕虫 你刚才说的 我答应你 你答应他什么了 你小点声啊 声大了不起啊 那订了时间我来接你 又没 你没听他说现在没时间吗 郭元璐 他男朋友 我知道 暂时的 以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诚谋你照顾醒醒了 以后我会照顾他的 你先管好你自己嘛 差不多行了 那 球根我都是无辜的 你要是把今天球场上 虐我这股劲儿 放到情场上 哪还有今天 别摆你的高冷人设了 还是想想怎么道歉吧 你们俩本来就有误会 冷战呢 只会把他越推越远 况且人家身边 还有个天才画手呢 你就这么放心 放这么一个劲敌 围在你那小女朋友身边转啊 我这儿 臭小子 你有事没事就往家跑啊 一个人回来干嘛呀 我那儿媳妇 你不用好好照顾照顾啊 他忙着呢 他忙你就不能给人帮帮忙忙嘛 会不会心疼人嘛 就是 她要去参加您主办的GS服装大赛 有比我更专业的人帮她 专不专业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是你的心意啊 你说我怎么生这么个傻儿子 教都教不会呢 咱们自己家弄的比赛多好的机会啊 妈 既然是咱们家自己举办的 有没有权利换评委啊 喂 哥 我们比赛还选 预选 复赛 全都过了 现在马上就要决赛了呀 这时候要换评委 你想什么呢 不可能 你今天怎么了 突然对这事感兴趣了 没什么 那我先走了 你不站住 以后别一个人回来啊 两个人才能回来 听见没有 好 真不行 叶叶 你真打算抛弃顾言诺 和青梅竹马私奔啊 什么私奔 我就是去看奶奶 那顾言诺呢 总不能误论这么朗下去吧 友情提示啊 再这样下去 小心误会加深 我 就是想冷静冷静 行了 我说完了 那我走喽 臭丫头 小心一点啊 好 小明 你去哪儿了 贵人行程 属不风盖 那也不许赌气离开 男人生你也太自恋了吧 我就是约了朋友去采风 是不是那个左思辰 要你会 醒醒啊 抱歉啊 来晚了 没关系 我也刚刚才出来 那 那我们走吧 那我们走吧